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尊为文明古国 咱们的黄河流域还是四大文明起源地呢 咱们有着上下五千年的辉煌的文明 那么有人就问了呀 咱们中国的这个古老文明真的只有五千年吗 那么今天咱们就通过三件镇国之宝 来了解一下迄今为止 我们所知的中国最古老的文明所在 长长知识啊 来 看第一件宝物 画面上的这件宝物 有点史学知识的朋友呢 可能知道它是什么 这叫做铜尊 中国发现的铜尊呢有不少 但是这一件却是珍藏在陕西宝基青铜器博物馆的镇国之宝 先来欣赏一下 这件铜尊以雷纹为底 高浮雕的地方呢 则是卷脚的饕铁纹 圈脚装饰的呢 也是饕铁纹 可谓是工艺精美 造型雄奇 尤其是在灯光的照射之下 那是格外的庄严厚重 介绍一下 这件宝物的正式的名称叫做 合尊 1963年在宝基市的甲村出土 也是宝基市博物馆收藏的第一件青铜器 不过您不知道的是 这件宝物出土之后 在长达12年的时间里 它仅仅只是宝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而已 而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 那么高级别的镇国之宝 那么为什么呢 因为在整整12年时间里 专家呀 一直没有搞清楚它的价值 不敢相信 12年都没研究透它 没弄明白 那么它有什么不一样的来历呢 您听好了 这座同尊之所以被安置在国宝的最高展台上 史学专家说 这是因为它记录了上古时期 两个壮志少年的心跳和一段 关于王朝发展 不忘初心的对话 和这个话说的有点让人一头雾水 这两个壮志少年的心跳和一段 不忘初心的对话 这什么意思这是 这就要回到三千年前了 看过风神榜的朋友都知道 三千年前武王伐咒 推翻了商咒的统治建立了周朝 史称西周 当年的周武王何谓是雄才伟劣 英姿勃发呀 但是人呢 总是会衰老 会生病的 生老病死 谁也避免不了嘛 到了公元前的 一千零四十三年 公元前一零四三年 武王 不行 去世了 他就把王位啊 传给了谁呢 周承王 叫做姬宋 姬宋继位的时候呢 年纪很小 只有十二岁 哥 现在还是个小学生呢 但是您别看他小 他却有着一颗壮志雄心 怎么呢 商咒王残暴民不聊生 加上连年的征战 当时新建的西周王朝 鸡贫鸡弱 周承王啊 便在他四叔鸡蛋的辅佐之下 你听这名字 多有营养 开始历经图治 鸡蛋 很多人都听过 后来的圣贤孔子 把他奉为儒家的先驱大贤 当年周承王正是在他的辅佐之下 发誓要历经图治 是永保江山 那么说了半天 我们之前说的 跟何尊有关的两个少年谁呀 一个就是凶心壮志的周承王 还有一个谁呀 回到当年 周承王继位之后 按照武王林中的遗院 他在距离王城西安 现在叫西安 当时叫浩京 三百多公里的地方 建立了一座新的都城 那就是今天所说的洛阳 在这里呢 有一天他召见了一个很有才能的人 是他的同宗的贵族 也是一个少年 这个少年名字就叫做 和 上古时期很多人的名字都是一个字的 和呢 与周承王一样 对于父辈的伟业是相当的景仰 两个人由此也就惺惺相惜 情不自禁 发誓要像父辈一样 干出一番大事业来 尤其是和 年纪轻轻啊 就被新王看中 那更是热血沸腾呢 于是他就想要干一件非常热血的事情 在得到批准之后 和就筹造了一件青铜尊 以此来铭记父辈和新王的功绩 以及新王对自己的告诫 他铸造的这件青铜尊 也就是咱们今天看到的和尊 使学家以他的名字和来命名这方尊 那么来历如此不凡的一件铜尊 怎么就十二年里 没有人知道他的价值呢 而他的来历又是怎么被发现的呢 他又凭什么由镇馆之宝 升格为镇国之宝呢 这就得到1975年 那年开始说起 也就是和尊出土后十二年了 1975年当时国家文物局 要在日本去办一场中国出土文物的精品掌 这个任务呢 就交给了这位青铜器专家 后来的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成元 很快 马成元就从全国各地调集了100件一级文物 其中就有保机出土的这件 和尊 不过当时不叫和尊啊 而是根据他的造型特点 叫做饕铁文同尊 饕铁文同尊 当时在考古界已经是很有名气了 马成元也是遭有耳闻 可是当他见到实物之后 心里泛起了嘀咕 琢磨什么呢 在商周时期啊 但凡铸造的大件青铜器 一般上的都有名文记录它的来历啊 记载主人的生平啊等等 像和尊 当时叫做饕铁文同尊啊 个头不算小了 这么大个的同尊 怎么就没有名文呢 这咱们就得说 专家还是专家呀 当时马成元就很本能的 伸手在同尊身上 就摩擦摩缩了一下 当他摸到同尊里边底部的时候 手感不对 感觉底部某个地方好像有字 于是他就借着光往里头看 可是里边除了铜绣 好像也看不出有字啊 怎么回事啊 自己摸错了吗 他很不甘心 于是呢 就让人把绣除掉 您猜怎么着 幸亏马成元的不甘心 要不然的话 一个天大的秘密 咱们可能今天 就不会知道什么秘密呢 那就是 清除秀记之后 同尊底部果然发现了一段名文 经过仔细的研究 名文共有122个字 那么这段文字的意思是什么呢 大致翻译一下 翻译成现代汉语 成王五年四月 周王开始在成州迎建都城 对武王进行大计 周成王与秉须日 在京宫大事 对宗族的小子和进行了训告 讲到和的先父 公事追随文王 文王受上天大命统治天下 武王灭伤后 则告继于天 以此地作为天下之中心 统治民众 周成王赏赐和 被三十鹏和因此作尊以作纪念 注意啊 正是这段名文的发现 瞬间提升了和尊的价值 因为它不仅证实武王灭伤之后 就在成州这个天下中心 产生了一统天下的战略意图 而且还为解决周公设政七年 是否包括周成王在位年数之内的历史课题 提供了直接的资料 更为重要的是 它对于中国这个称谓的出现 有着极不平凡的意义 来看名文 这是名文全文 注意其中的这一句 于其宅自中国 最后这两个字 中和国这两个字 是在所有的史料里边 第一次作为一个词组出现 怎么样 三千年前 咱们中国的这个词汇 就已经出现了 长知识了吧 不过换知要告诉你 字虽同意义却不一样 您可别以为 这里的中国 就是咱们今天所说的 中国这个意思 两码事 怎么说呢 专家们在仔细研究了 名文的意思之后认为 宅资中国的本意 只是说 我要住在国家的中心 管理天下 这个中国 指的是国家的中心 也就是当时的都城 成州 今天咱们的洛阳 那您又要问了 为什么洛阳是 周朝初期的中国呢 专家认为 这主要呢 有两个原因 其一 跟周朝初年的政治地理相关 来看地图 上古三国下商周 商朝人的主要区域呢 是在东部的黄河下游 而周朝人的主要区域是在西部的净水和渭水流域 而东西两片区域的中心正是洛阳位置所在 另外 根据上书与共记载 早在远古时期 大禹治水 曾经把天下划分为九州 其中啊 就把洛阳划分为中原地区 也就是统治的中心地区 周王入主中原 千都洛阳为的是名正言顺的继承统治 所以说啊 周朝初期的所谓中国 那指的就是洛阳 而不是现在的意义上的中国啊 但是中国这个词儿又的确是从三千年前的这件和尊上首次出现的意义可非同一般啊 话说1979年的秋天 当时河南省武阳县北武渡镇甲湖村的一些学生 正在老师的带领之下 到堤外和堤之外平整土地 无意中发现呢 地上散着一些石斧 还有破碎的桃片 老师判断 这种东西是古代的 于是呢 就把东西搜集起来 交到了县博物馆 谁也没想到 二十世纪一项极其重大的考古发现 由此出现 什么呢 就是画面上这个地方 著名的甲湖遗址 介绍一下 经过研究确认 甲湖遗址是中国新时期时期的一处文化遗存 距今大概八千多年 这一发现 震惊全国呀 当时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二零零一年 考古学家先后九次对这里进行了发掘 在这里不仅发现了 房址 瑶穴 桃窑 墓葬 寿坑 壕沟 等近千处各种遗迹 还发现了几千件 桃器 石器 骨器之类的各种生活工具 在这里不仅发现了 甲湖原始文字的雏形 还发现了大量的栽培精盗 充分说明当时甲湖人的稻作农业是相当的发达 但是 这些都不重要 或者说 不是不重要 不是咱们今天要说的重点 咱们今天要说的重点是什么呢 是在当时一座编号 M282的墓葬里 专家竟然发现 在墓主人的身边摆着很多骨头制作的东西 您来看 就是画面上的这个东西 每根上面都打着孔 孔洞的数量不一样 有五孔的 有六孔的 有七孔的 甚至还有八孔的 但是多数以七孔为主 这什么东西啊 这会是什么东西呢 用骨头制成的 上面还打了很多的孔 有点像咱们今天的笛子呀 可是它是笛子吗 据说当时考古学家 迫不及待的抹去了上边的泥渍 就直接对着吹了起来 果不其然 这件东西发出了声音 只是这个声音呢 很怪 现场所有人呢 都给逗乐了 咱们来听听吧 这是现代的声音 这是一千年前的生活 这是古迪 有九千年的历史 是最远古的声音 就是咱们最后听到的这种声音 不过呀 当时这个东西到底应该是横着吹还是竖着吹 是笛子还是肖 专家们的意见不统一 为什么呢 有些朋友可能知道 在汉代以前 咱们中国的笛子 那是竖着吹的 就跟肖似的 在汉武帝时期呢 张千初始西域 引进了横笛 从那个时候开始呢 人们开始把横吹的称之为笛 而原来竖着吹的呢 就成为肖了 好了 那么在甲湖发现的这些骨头做的能够吹出声音的东西 到底是横吹 还是竖吹 敌还是肖 为了一探究竟 当时专家们还专门带着这个东西去趟北京 请中国古乐器专家肖兴华做了鉴定 经过变换角度反复试吹 他们终于用竖吹的方式吹出了音阶 专家后来认定 这种骨头制成的东西 应该就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乐器 因为符合中国古老的竖笛特点 专家将这种东西称之为骨笛 而因为他的发现是在甲湖遗址 所以又名甲湖骨笛 在河南甲湖遗址出土的这种骨笛 总共有20多只 它的出土当时轰动全国 甚至全世界 为什么呢 因为经过严格的科学实验证明 甲湖骨笛不仅已经具备音阶结构 而且能够演奏传统的五声 或者甚至是七声的乐曲 它们就是实实在在的远古乐器 而且是世界上出土年代最早 保存最为完整 现在还能用以演奏的乐器 比之前发现的古乐器 古埃及的那个笛子 那早多少年呢 两千年 当然了 甲湖古笛的发现 其意义远不止于这个 有些朋友知道 音乐的发展 东西方各有不同 一直以来 人们普遍认为 东方人 或者说中国人的传统音乐 那是五声调势 五声音阶为主 西方人的音乐呢 则以七声音阶为主 而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交流 七声音阶被引入中国 慢慢的 我们传统的五声音阶 就被七声音阶给取代了 至少是主流上被取代了 那么造成这样的原因呢 当然是七声音阶 因为多两个音阶嘛 它音色表现更为丰富 更为完美 但是 甲湖古笛的出现 可能就要改变 这样的定论了 您看 在二十多只古笛当中 有五孔的 有六孔的 有七孔的 而且七孔的居多 这就足以证明 早在八千年前 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古人 或者说咱们中国人的先祖 先人 对于音乐的审美 就已经到了很高的境地了 已经开始用 越来越复杂的音阶 创作音乐了 所以 七声音阶到底 是不是来自西方 很多人提出了质疑 甚至有人提出了 否定的观点 那有人肯定又要问了 说八千年前的古人 那是怎么想到 发明这种乐器的呢 这个问题 你确实无从得知 我没法回答您 因为史料没有任何的记载 咱们有文字可考的历史 也才三千多年 但是专家认为 古笛的出现 它最初始的原因呢 并不是古人 出于对音乐的追求 爱好 八千年前 你想想看 新石器时代 人不都在为温饱发愁吗 能吃了上顿没下顿 能够有个温饱 就已经是特别幸福的生活了 哪有什么心思 弄什么音乐 那么 为什么会出现古笛呢 应该是古人 在打猎 获取食物的时候 为了 比如说 模仿鸟叫 或者是为了吸引 别的什么动物 于是尝试着制成了 无孔古笛 这是工作生存需要 后来因为打猎之后呢 要欢庆了 就有人开始用这种 古笛吹出声音来助兴 慢慢的 古老的音乐 就出现 再后来 就有了六孔 七孔 甚至八孔的古笛了 现在 还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古笛到底 它是用什么动物的 骨头制成的呢 专家研究确认 制作古笛的材料 是鲜鹤翅膀上的骨头 由此不难想象 八千多年前 一只仙鹤死去 把赤骨留在了原始人的村落里边 人们捧着它 耳边响起鹤群哀悼的声音 这生生的哀叫 由此激发了古人神奇的灵感 于是几经试验 古人把仙鹤的赤骨 凿成了一种朴素的乐器 而正是这次勇敢的尝试 由此开创了中国古代音乐的先河 在那古笛发出声响的一刹那间 村落成了鹤 符号成了诗 呼唤成了歌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上玉 崇上玉器 尤其是汉代 人们相信通过玉可以实现死后身体的不符 从而实现人生的转世重来 汉代王族多穿着金鲤衣下葬 这个马王堆就有 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然而时间再往前推 玉却似乎有着更为强大的功能 来看画面 画面上的这个东西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远古宝物 名叫镶嵌绿松石寿面铜牌室 名字有点拗口 是现代考古专家根据它的质地和制作特点取的名字 那么在古代它叫什么名字呢 已经不得而知了 为什么呢 因为太古老 按照历史段代 它应该是夏朝的东西 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的东西 估计得有5000年了 这东西 那么在哪发现的呢 河南掩尸二里头的夏朝遗址 说明一下 在掩尸二里头遗址呢 这样的铜牌式一共出土了三件 这一块是最典型的代表 其制作工艺之精湛 拼接图案之精妙 让人是叹为观止 咱们来欣赏一下 这面铜牌式的矿体 或者叫矿衬 是以青铜铸造的 上面有寿面纹做了装饰 它的长大概是16.5厘米 宽大概在8到12厘米之间 四个角是纯圆的 略微有些腰形 上部略宽 下部略向里收 两侧各有对称环纽 上面呢 也有寿面纹的装饰 不过最重要的是里边 镶嵌着几百片的 绿松石 这里咱们稍微拓展一下 绿松石又叫松石 是因为它的形状像松球 而且颜色呢 和松绿很接近 由此而得名 只是这种玉石啊 非常难得 是我国的四大名誉之一 从新石器时代以后呢 历代文物里边 都有一些绿松石的纸品 好了 咱们回到这块铜牌式 这块镶嵌绿松石 寿面铜牌式 不仅制作工艺精湛 上面镶嵌着几百片 如此名贵的绿松石 而且它出土的位置 说明它是牧主人 极为重视的一件事物 那么它出土的位置在哪呢 牧主人的尸骨 没有了 从位置上看呢 它是在牧主人身体的上部位置 而根据它的两侧 瞧见没有 有四个上下两两对称的 穿孔钮专家认为 当初啊 它应该是记载 牧主人胸前的 当然 这件宝物后来被列为我国的 镇国之宝 绝不仅仅是因为它呀 是由几百片绿松石构成的 更加重要的是 它的出现 把我国镶嵌工艺的出现时间 往前推了一千多年 怎么说呀 在它出现之前呢 史学界一直认为 我国成熟的镶嵌工艺 应该是在春秋战国时期 但是您再看 这一块铜牌式 寿面之间 镶嵌的这几百片绿松石 每一片都 思思入寇 虽然历经几千年的时光 到今天 仍然没有一块松动脱落 工艺之精湛 让人不得不赞叹 从它 可以看出 在下代 镶嵌工艺已经是相当的成熟了 而且已经是一门独立的艺术了 青铜镶嵌艺术 这就是它成为镇国之宝的重要原因 那您肯定要问了呀 既然绿松石那么名贵 而这面铜牌式又镶嵌了几百片绿松石 那它的主人 当年肯定是花费了不少的精力和财力呀 以当年的这个经济状况 社会发展程度来说 花这么大的精力财力 做一块铜牌式 难道仅仅是为了显摆自己的身份吗 缓之必须说 问得好 为什么呢 因为 从历代发现的绿松石制品来看 专家发现 古人喜欢绿松石 不仅仅是因为它的颜色和纹理 更重要的是把它当作护身符来使用 有些朋友可能没注意啊 到今天 在我国的西藏 绿松石仍然在宗教仪式的器物上 出现非常之频繁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有一种说法 说这个绿松石这种玉石啊 是可以沟通天地的重要载体 或者说通过它 人神之间可以对话 您来看这个铜牌式上绿松石拼成的图案 看到没有 从文式图案上来看 它的图案高度抽象 而且很有张力 给人一种视觉压迫感 而绿松石发出的那种忧虑的光泽 又给人一种神秘的意象 那么它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呢 专家推测 这件宝物当年的功用 应该主要是布道社教 沟通天地 宣扬教化 这里咱们还得补点历史课 您肯定听过一部书叫周礼仪 它讲的主要是人伦礼仪 当然了周礼的行程不是一天两天 在上古的夏商周三代 应该是我国传统礼仪制度的行程时期 那么按照当时的礼仪制度 世界是被分成天地神人等等 不同的层次的 而不同层次之间想要沟通的话 就需要借助某些器物 再加上一些猛兽的力量 而咱们再来看这一块铜牌式 看到它拼成的这对眼睛都没有 眼眶上调 眼睛浑圆 如果和它对视的话 您就会有一种震撼的感觉 可是 它是什么的眼睛呢 有人说它是龙 有人说它是虎 也有人说是牛 是鹿 是肖 是熊的 总之专家认为 这双眼睛的背后一定不是普通的动物 那么到底是什么动物啊 后来几经研究论证 大家普遍认为 这双大眼睛的背后应该是一条龙 您来看 这几百片绿松石 有的打磨成山字形 有的是梯形 有的是长方形 圆形 而不是统一的造型 为什么会这样 您仔细看就能发现 它们有的拼成触角 有的拼成鼻子 眼睛 其他的呢 更像是龙的鳞片 这是一条拼合而成的 70厘米长的龙形 只不过形状不是那么标准和清晰 龙啊 是中国自古传说中的神物 它上天入地 游异在人身之间 大而充色宇宙 小 可以纳入戒子之间 那么它的能力巨大 自然也就成为了 人与天地神界沟通的力量依靠 不过也有人说 这幅图案应该是某种宗教仪式的画面 您看 眼睛旁边有一组铜铃和玉铃蛇 这种类似的画面 在甘肃天水 在四川三星堆的文物发掘当中 曾经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这应该是所谓上天之子 正在跟天父沟通的表现 当然就今天而言 它究竟是什么 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它作为中国古代先民精神信仰的象征 穿越四千年的时光 能够让今天的我们 通过它再次了解古人的思想 和古人做无言的对话 这才是它最大的价值所在 好了 相信您也感觉到了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了 关注栏目的官方公众号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您不仅可以观看 往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线上线下的活动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